好 来看看立法院 目前抗争呢碰上了高温 现场有好几箱还没有开封的暖暖包 还有上天千条的棉被呢 无用武之地 那怎么办呢 学生立刻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 要未来捐出去 而这个天气热 另一头让斗笠爆红 有五百顶的斗笠 一下子被拿走一大半 太阳花学院碰上毒辣太阳 好热啊 学生要静坐根本没触逃 这时斗笠变潮行 每个人头上几乎都有一顶 就连小妹妹也不例外 带上去开心的跑来跑去 五百顶的斗笠不一回就少了一大半 没有斗笠有了棉被盖头挡太阳 主办单位木崖的上千条棉被 现在却成了大麻烦 堆得像小三一样的棉被睡袋 天气太热派不上用场 更惨的还有这个 没用过暖暖包好好的堆在纸箱里 好几箱全新的暖暖包 都被压在物资堆的最下层 罚人问津 也可以捐出去啊 也可以捐出去 因为那个使用效期限是一年 那你们会捐给谁啊 物资木崖容易处理可不简单 这些民众的爱心怎么处理 考验学生智慧 切理政华高较乡 台海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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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